詩者我就不敢當 因為我剛剛去年才是初中級畢業 我都是叫做初歌 不過我有少少經驗 告訴你們 可能是年紀 我的貧富就 最近這十年八年 有時煮飯給油彈親或者割到手 起碼兩個幾星期才好 而且會很癢很痛 割到手都是很痛的 大約一個月之前 我煮完飯 吃了之後 打算切點生果 洗乾淨蘋果剛剛的切 刀線就割到我的手 流血流得很厲害 我把水龍頭衝 我兒子就拿膠貼幫我切 但是黏了都不白 那些原料很重要 很快 我學了長生 我學了長生 為什麼我不會用它呢 於是我叫我兒子 我們不用交給我錢 不用拿藥油的錢 我先回房間 於是我回到那條 Kitchen paper Kitchen house 包著 就回房間 正正地藏 正所謂十指痛歸心 我以為我媽媽會很緊要痛 於是包著 沒多久 沒有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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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紙了 我想想 不要塗東西 不要貼東西 我怕一拔了那張紙 又會再流 於是我就睡覺了 但是那晚我睡得很甜 完全沒有痛 第二天 打算撕了那張紙 用膠布紙 誰知當我撕開那張紙 我找不到傷口 我都不知道傷口去了哪裏 這些就是我的經驗 很感謝 很感恩長沙